同事我们要感谢对于文字活动大力支持 本次深入会是由爱奇娱乐独家视频直播 张力一举共度奇迹的圣诞日 从2003年开始首部电视剧《永乐英雄儿女》开始呢 张雪莹小小的身影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了 班淑传奇当中呢 妖蛮任性的北乡公主 以及神雕侠律当中 冰雪聪明的小冬邪郭湘还记得吗 记得 身份少女当中天才少女 叫什么名字 李恩秀 是的 李恩秀 泡沫之下当中 常经人间的温暖却仍然保持初心 对于爱情以及友情 都拥着自己的坚持的 影下沫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些角色 是的 张雪莹全示过 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深入我们的脑海当中 一步又一步的经典的作品带给我们相信大家 陈秋不穷对她有不一样的喜欢 当然她还会接下来带来更多的精彩的作品带给大家 今天欢迎光临的生日会 张雪莹那将暂时告别荧幕上面 光鲜亮灵以及遥不可及的形象 用她心切离家女孩的形象走进我们的身边 邀请大家一起共同她神秘的小世界 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今天的主角张雪莹 掌声再热烈一点 欢迎 欢迎 好看 漂亮 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以及正在等候在我们爱奇艺直播前的 各位营伙兴们打个招吧 哈喽哈喽大家好 让你们久等了 我是雪莹 祝愿到我节快乐 好快乐 好快乐 谢谢 最近非常大祸的一部电视剧 就是我们的泡沫之下 在当中呢饰演这个影夏莫 对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她是一个清真可爱的小姐姐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她不仅是 因为她那个演技本人就清真可爱 但我觉得她更多是她内心的一份执着 和那一份可能同龄女孩没有的那份成熟 我觉得她比同龄女孩要成熟以外 她自己内心的那份坚持 然后让更多收看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们更多的喜欢她 对 对 我相信呢大家现场的各位以及直播前的各位 灵火虫们都非常期待 那2018年到底有怎么样的作品 接下来还有怎么样的作品带给我们呢 可不可以先请我们的雪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我现在就在恒电拍白发王妃 是很久没有拍的古装 嗯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然后还有一部带锅剧叫你的名字 我的心事 应该很快也会在大家面前展现 哇 �� 哇这两部 Indonesia 一不是古装还不是显贷 还不是显贷 那这 你在挑选这些角色,有没有选择自己的讨论,即将要呈现给我们的这一部影视作品,他里面的角色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呃,那就先说白发王妃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是很挑战,很久没有尝试这样的角色了,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层次,非常空腹,然后也很有,嗯,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角色,很有深度一个角色。 他有厚度的一个角色。 之前有挑战过类似的角色吗? 没有,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还没有拍过一部就是贯穿整剧的一个大女,大古装这种的,因为我觉得他这种压力更大,然后他又不断的有事件发射,然后内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层次也很多。 在里面的人物个性能讨论一下吗? 哇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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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能讲就算了。 可以讲,他是有双重身份的。 哦。 他是一个人有双重身份,然后。 然后他展现给外人是一个样子,但是他内心深处的是另外一个。 对,一直一直带着一个,背负了一个使命,到后来又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然后也算是他内心的一个强大的过程。 那即将为我们带来那个全新呈现的一部,内部是一部新代的戏。 对,是现代戏,然后内部是就是,呃,会,也是一部算是爱情为主线的戏。 哇,很适合你。 对,反正很浪漫,因为他男主和女主的年纪差很多。就是他看着女主长大了,结果在一起,然后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哦。 一些小小的剧场那些东西,但更多还是以,呃,就情感,情感线为主。 怎么办,两部戏我都好期待哦。 这那个,呃,武装的那一部呢,我会觉得就是里面有很多,那种,呃,悬疑色的,很虐心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那一部现代剧就是即将呈现那部剧里面,你知道吗? 那我在看张雪莺的那个所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的时候,你不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是一个很冰冰的女生。 一笑的时候呢,就很想跟你谈恋爱。 我相信很多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看到他就有一种很想谈恋爱的感觉,对不对? 很甜,对不对? 对。 他都很喜欢,我的天啊,怪不得你所有人的息都能够打,我的原因就是因为,都可以辱获大家的心,对吗? 对。 好,那话不多说啊,既然我们今天聊到的演技,张雪莺的演技啊,就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接下来呢,我想邀请现场的粉丝朋友们来比拼一下演技好不好? 好,比拼演技啊? 对,让他们来,呃,一起来比拼一下。 他们是脑洞大开,你是比拼演技好不好? 好。 嗯,雪莺,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游戏,叫匕首画角。 也就是说,我们现场呢,要邀请上来,六位粉丝,由我们雪莺抽出。 好,我们现在抽粉丝好啊。 好。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道具箱。 哇,从我们的,道具箱里面抽出,六名分。 三十三号,三十三号,在哪里? 有吗? 举个手先给我看,好吗? 有吗? 手举高。 好,慢慢下来。 好,下来。 下一个,九十一。 九十一,在哪里? 九十一,来。 哇,好开心。 太高了。 三十。 三十在哪? 这边。 哇,那边上。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一在哪? 几个? 好,在这边。 一二三十四。 一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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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哇,好兴奋哦,终于来了一个男生。 一百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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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四在哪?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四没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四。 在哪里啊? 没有吗? 或许上面没有的话,就重新抽了。 没有吗? 三。 二。 有吗? 有吗? 在这边。 诶? 到底哪位是啊? 你们两位。 真假? 一百五十一。 哪位?哪位?哪位?哪位是?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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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们挨克自我介绍一下吧。 有得,感冒嘛。 有点感冒了? 那,比较做巴基一些了。 我觉得最好。 阿Ok自己先介绍一下吧。 opera singing 大家好,我是一火虫,我叫欣欣,今年才刚参加高考 顺利吗? 你出了吧,他给你出过了下车 你现在有一个可以 我现在就是要孤雄,我要春蓝 春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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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别走 你别走 我是一年唯一透露下面的一火虫,叫我伤开 伤开 好 好 情影 叫什么? 情影 情影 嗯 情影 我怎么了,我听到情影,我耳朵怎么了 大家好,我叫王雅伯,也是跟上王雅伯 王雅伯 你参加王雅伯,你是在哪里爬的? 爬的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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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是 两位参加王高考,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高考很赶嘛,对不对? 我当年是这样觉得,我觉得用独立路就好了 希望你都能够取得好成绩 好了,那我们这个,我们往前站一条 好,让大家更多进去,可以看吗? 这样,我们呢,嗯,雪莹来比,然后我们就以中间,那个戴眼镜就是男神,戴眼镜就是女神啊,两两分开 三个人一组,可以吗? 好,然后,雪莹来比,然后那个,你们两对来猜,谁猜到了谁就几分,几分,好不好? 好,第一几分 第一,每一组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一组都有十个,十,好不好? 好,那,就是第一,拿,拿两组一下来 剪刀石头,来,两个戴眼镜的,剪刀石头 来,剪刀,你们是一,他们是二,啊 剪刀石头,不,剪刀石头,不 好,所以,配拳,利息下来也不一定能赢 你们,对,没有,你们,你们就先开始,我们先开始,对 呃,这样好不好,呃,我们,我们,所有人,面对粉丝,然后叫雪莹面对粉丝,你们先安防 我们,我们第一组呢,在旁边stand by,然后先看一下他们 好,吸取一下他们的景点,好,来 好,我,你面对粉丝,叫雪莹面对粉丝,他们不是要谈 侧酒,侧酒,这样的,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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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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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这样,我站在你们这边,如果谁抢到,我站在旁边 谁抢到了,谁就大声地说,好吗,来 准备开始了,动作人员进行,三,二,一,开始 三个字,三个字,然后我特别爱,特别爱吃的 不是,不是,是很,大冬天可以回家一起一起吃的那个 那个是帅的帅,三个字,三个字,帅的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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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大声地说,吃火锅 对,恭喜 下一个,呃,四个字,四个字 嗯,张博之几人有演过的 四个,哦,对,四个字,那这个就是 但他们可能没看过 呃,就是那个,哈啊,那个,这怎么回家 你分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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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学大先生 好,恭喜 对,嗯,三个字,然后 嗯,四个字,然后 嗯 嗯 这什么,这你三对,然后 然后 不是 嗯 短的反应 哇,很后面 四个字,是什么 好,最后两顿的,第三个字选 这还摘出来的,完蛋 對 對 三條兩短 我的星座 好 這組算不然 果然是你多久 對對對 三個字喔 下一個 這個 再給你 這隻紙啊 對 對 對 時間過了一盒 一盒 下一個 好 三個 對 好簡單 兩個字可以一箱運動 對 對 對 還有嗎 啊 三個字就是什麼 就是太簡單了 好 恭喜 還差最後一個 也就是差一打對的九顆 好厲害 好 接下來我們去那邊 對 對 這件事很會比耶 太簡單了 但是我覺得 妳知道 妳知道用拆開拔跟幅度拔跟 那個 都可以 但是那個三長兩短其實我一下有點 有點懵了 就是因為 但是給妳的長短 嗯 妳是很會比這個遊戲的人 我還 我玩遊戲還玩得 妳是有遊戲高手對不對 挺好 還是 天哪 果然一種 就這種幼稚的小遊戲 我玩 好了 我們的第一組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來 我們工作人員計時 3 2 1 開始 我剛說完這句 四個字 對 這個時候應該算是誰先打 四個字 嗯 跟剛才那個 內校運動有關 但是它是一個四字的成語 就是 比如說 妳現在生病了嗎 那我現在怎麼怎麼 過來 就是 架 架 架 甩 然後架 然後架 就是 架 然後拍屁股 然後甩這個 這個字 那第一個字是慢白子 快往這邊 欸 聰明 這是兩個字 一種動物 嗯 喵 然後 但是它是 喜歡一種 喵 喵 給大家展示一下 我展示了 嗯 展示一下 嗯 這是你的T台 喵喵喵喵 對 欸 聰明 呃 那個 是 那個 呃 這個 啊 對 有一個猴三個字的 啊 所以我扣 是在扛下 呃 呃 喵喵喵喵 三個字 這是什麼東西 三個字 三個字 對 對 對 嗯 呃 呃 一向運動 很輕的 蹦 對 呃 四個字 對 對 對 回答進去 啊 也是一向運動 然後我們小學的時候 即將會做的兩隊 再兩隊 然後很長的一根 對 哇 對對 厲害 呃 還有最後三個 對 因為太簡單了吧 在頭上那種裝飾品 對 我想說誰帶了 哎 那平時用的 嗯 誰說走音的 哎 時間到 時間到 哇 你們 兩隊真的是 打平 哎 看一下時間 好 兩分鐘都一樣 大家怎麼辦 加十 好 搶達好不好 這樣 搶達 你想 你想一個子 然後告訴我 然後 我來 我來證明他家人的排隊 下 下下下一個打 我就覺得這題目太簡單了吧 哎你們誰能想個男的 然後想個男的 然後過來 偷偷告訴我 有沒有 想個男一點的 誰 誰想得到男一點的 有沒有人 哎呀 怎麼 用到 我知道了 好 告訴我 很難喔 你準備好沒有 來這樣 呃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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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組 都站到這邊 好不好 站到這兩個 這樣 然後這樣都可以看到他 然後又不會拿到他 好 好 開始囉 好 我們公共的人計下十好不好 嗯 來 三 每個人的眼睛 哈哈哈哈 真的 四個字啊 三二一開始 噔噔噔噔 噔噔噔 哇 你們很強欸 果然 這個 這個也太多錢了吧 好 恭喜 歡迎你們來到 歡迎光臨生日會 謝謝 呃 是不是太快了 月子不出嗎 沒有 還不錯 沒有機會了對不起 下一個遊戲 歡迎你們再來 來 好 那我們 先 所有唱場的粉絲 都可以跟我們張學瑜 一起合影 這樣就很多人準備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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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優勝組我們的二隊請就好嗎 一隊請先下場 好 好 我們工作人員準備一下 因為今天是端午節 好不好 好 給一份禮物 雪瑩要親自送給大家 今天是端午節嘛 然後為了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所以呢 我們特別準備了我們的五彩神 雪瑩親自給他們帶到手上好不好 羨不羨慕 羨慕 想不想要 想要 沒了 你們要不要選喜歡的顏色 你要黑色 你們兩個 就紅色 好 好了 趁我們雪瑩在幫他們 網球五彩神的時候呢 我們再一次感謝我們的主辦方 我們最強粉絲應援 來自於我們愛奇藝娛樂的 對於我們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 邀你一起共度其極的誕生日 再一次感謝我們的主辦方 謝謝 大家可以去愛奇藝喔 然後 有機會可以 記得到微博 然後 記得跟我們愛奇藝 一起直播 然後進行互動 讓我們沒有來到現場的螢火場外 能夠更多的來看到我們現場 好玩的節目 好 謝謝 謝謝 請入座 大家很開心耶 對不對 開心嗎 那我們可能就要加油了 給自己打打氣 希望可以選到大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 因為在我們那個肉場口呢 有一個 幸運店貼的那個看板 然後上面都貼著我們每位粉絲 滿滿的心願 有沒有 都有貼嗎 都有貼啊 好 拿過來了 好 我們這樣 拿 拿 拿在中間 然後 請我們的 學姨 然後 下面有一些粉絲的問題 挑一些好玩的 或者你喜歡的問題 好不好 我一眼就看到這個 因為剛才有一個粉絲 通通告訴我有一個笑情球 然後說今天有一個粉絲叫文文 能不能來現場 祝他的生日 我想祝他生日快樂 真的嗎 對 那可能文文會在那個 拍集直播在收看我們今天的活動現場 要不要 要我開始了啊 好 祝文文生日快樂 啊 哎 跟我同一天啊 哈哈哈哈 才晚一過來 太可憐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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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祝跟我同月同日的你生日快樂 不知道你多大 然後希望你可以每天開心 嗯 然後 然後 在 當活動的同時也別忘了 也別忘了 多一些自己的生活 然後 學業進步 對 太陽總不是貝德 是真的是發自內心的祝福 真的是 哇 欸 真的是有這樣的武器拿你去找啊 也太開心了吧 來 下一個 下一個 嗯 呃 學幾個 都可以 看你心情 這是什麼祝福啊 生日快樂 他就是祝福你 我看啊 這這 這 哎 我看見了一個吃的 吃的一個 那一天 今天早上吃的是中式早餐還是美式 我今天早上吃的是美式早餐吃的麥當勞 你很愛吃美式 蛤 你很愛吃美式 對 因為我想吃他麥 然後我想吃到那個薯餅 但你們以後不要見我的收購 送我一大道的薯餅過來 我吃了 吃了很多 偷偷告訴大家 就是 容易長胖的人呢 千萬要戒掉澱粉 土豆的澱粉量非常高 所以不要再害羞一下好嗎 漢堡 看完笑 漢堡也不會啊 因為漢堡那個麵包也是 那個成分也很高 沒關係 你可以吃你的肉啊 就肉跟澱粉不要很多吃 太熱了 蛤 我吃了很多 就這點你們不用擔心 吃的比你們都躲一樣 看我就 什麼 什麼 我現在躲一點 好 她們現在躲點身材 我躲你一點 選一張 選一張 很多胖的女神 或者很多 達不到心中想要的 身材的女神都羨慕的 對 那我再選一張 那這個 想拿首歌啊 就想去哪兒旅行 土耳其 我想要帶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所以有機會的時候我可以帶你們一起去土耳其 這個夢想 我好像沒有這麼有錢 哈哈 這個有機會我去土耳其做生氣球 這個我一定想去 嗯 為什麼 真的 你真的男生是大人 我其實還經常去很多刺激的運動 還沒有做像什麼跳傘啊 其實個性是個女孩 女孩就是什麼 對 反正就是拍 反正拍股就拍 所以就比較喜歡跳雅 哦 還是要小心哦 但我估計蹦記我的 站那我就不敢走下去 因為她是一個人跳傘 但跳傘的話有人 帶你一個人就很好 熱氣球也是啊 熱氣球也是啊 熱氣球也有人 熱氣球我有時候老怕 那個人就超飽 對 她現在的科技码發的安全度是還蠻… 蠻有的 我喜歡他們快 哦 喜歡吃雞快 對對對 她就在上面開動作 果然 她選一個 她都很用心欸 啊 每次 每次接近你 都在吃雞 你是經常吃雞嗎 你們吃雞嗎 是 欸 你剛剛不是說 你只有玩了一些幼稚的小遊戲嗎 吃雞可真 我覺得還蠻有挑戰的遊戲 不是我本來從來不玩這個遊戲 就是我第一個遊戲 我本來玩吃雞小樂啊 然後那種就是解壓就沒事的玩遊戲 但吃雞是我第一個 我覺得 比較看起來比較高級的遊戲 吃雞如果找你代言的話 你可以介紹 哈哈哈 太可愛 太可愛 好 幾個了呀 看看還有沒有 三 然後我有點研究一點花 有時候 有時候 學會的一句土味情話 這個 新學會的土味情話 我剛剛學到了一句 嗯 你曾經有講過土味情話嗎 沒有 如果別人對你講土味情話 你會覺得 不舒服嗎 還是覺得 怎麼那麼油膩啊 不會 對 那一開始是誰講的 嗯 那一開始是誰講的 但是 會 我可能會想得到 哈哈哈哈 沒明星的我都知道 嗯 剛剛 我以前的 高學一直是 我 我順便忘了 你知道哪個數字最幸福嗎 你們知道嗎 二 破梗的意思是 什麼 什麼東西 他們聽到他們掉 你猜一個數字 你覺得哪個數字最幸福 完조的數字 是 什麼 一到十是幾 一到九是幾 哪個數字是幾 哪個數字是幾 正希 就一個 有 proton 對 ha ha 是 對,是這樣 這是一個好套的圖位情況 我剛剛想一想起來了,下次想到會給你們講 好多喔,好多圖位情況 學了還蠻多的 還有什麼? 我跟妳講圖位情況裡面還有人不安排數還要回答 就比方說,因為我都會一一解答 就無論他打到什麼我就可以零日了 比方說我問妳說 欸,學英天累嗎? 不累,英天天累嗎? 妳怎麼會不累呢?在我腦袋裡跑了一整天 我知道,我知道 沒有,如果對方回答累的話,妳說說 對嘛,我好心疼妳有在我腦袋裡跑了一整天 對跟累跟不累都跟妳說 都可以,都可以 一定要,我跟妳講現場的女生或者男生的 一定要問這種正反面都可以回答 要不然對方沒有接上的話真的很尷尬 嗯 對不對 好啦,那 請我們的工作人員吃了下我們的天理班好不好 好,再一次謝謝我們的雪姨 滿足了我們現場的粉絲朋友我們的心願 謝謝 如果沒有,如果沒有 呃,被抽到我們的話,沒關係 大家多多去微博跟她互動 然後,說不定 她哪一天有空的時候呢,就會 欸,最近抽一個也沒比好了 我想的 我記得這樣啊 真的嗎 你說抽回覆給她嗎 對對對 沒有回覆,不會有回覆 人也太好了 什麼生日啊,什麼的 拍戲那麼累,還有時間來看一下 如果看到的話就會 人太好了 好,看一下 對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雪姨啊有很多的這個 拍過很多的影視作品 然後其實,雪姨是從小到大都一直不間斷的在拍戲對不對 差不多吧 嗯,所以也就是說 對於很多角色其實都詮釋過 你現在更,就有哪一個角色是 哪個角色的類型你還沒有挑戰過 想要挑戰過 好多 什麼 好意思嗎 你再把話說一遍 這麼美 然後要去演喪屍 我真 因為我說過這個問題 回答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說喪屍 但是聽說 我覺得你扮喪屍 能扮得很喪屍嗎 我覺得很優惠 那有美的喪屍嗎 有美的 但是 好啦,我很期待 我也蠻想看的 所以 你有沒有覺得 如果比方說 你有沒有演過那個個性感 很差 好像還真的還好 因為我本身雙子總共挺多面的 然後 就算 就算他整體的性格 跟我不是整體 跟我整體性格不是很相對 他整個做的 一面是很貼起來的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演過一個 就是跟你 比較 個性當中 沒有那麼像的角色 因為我很好奇 尹夏末 跟你不一樣 還是很 挺不像的 裡面有哪一些 是跟你不像的 因為我覺得尹夏末 是一個 特別理智 然後 遇到事情 都可以很靈背不亂 然後 然後就是 內心特別強大 就是他內心 我覺得 都 有時候說 內心女憾 他有時候的心裡 都已經不是 越過女憾子內心了 好像是一個 神的一個 內心的存在 我看這個 我就覺得 也很慌了 他表面上很狠 然後他會 很理智思考 我要怎麼處理 表面處理不經 但 內心是很有 謀算 對的 我覺得很 很聰明 那你在詮釋上 詮釋要怎麼詮釋呢 嗯 有沒有一些 小機器 或者 你會有呼吸嗎 嗯 還行 有的時候 哭不出來嗎 有時候真的是 有時候 我覺得一定會有這樣 當然 會 就是有了 我本身也吃了不起 我可以秒哭 但是如果 在拍的時候 可能一下子情緒 就突然就 到不了 有點困難 怎麼辦呢 不 不 就是 沒辦法 還是要哭 因為 電眼要求 我一般不是很少 基本問題 除非是那種 不接的那種 就是下場 就是我已經哭完了 但是後面又要挺些 嫌淚的那種問題 那一般的話 是會自己 會自己 感到更真實 有 有的人是 鄧大眼睛 然後慢慢的 收太眼睛 然後你們又一下 有的人是在 底下圖一臉 風又緊緻 很累 你有什麼事情 我想說 我小時候第一部 寫過 風又緊 結果 她一直留言 我兩眼睛 她以為生小時候 誰拿針扎了一下 我的眼睛 因為好痛啊 對不對 這個 就是 所以也就是說 就是 基本上現在演的角色 都跟自己的個性 還蠻相處 對不對 那 也很想 看前面聊到 想要演喪屍 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 後悔了 我說 如果真的有喪屍的題材 找到妳的話 應該會有嗎 會 會 挑戰的 但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從這時候出現 就是喪屍 什麼 應該不是從這時候 就是個喪屍吧 是不是 她做了一個變化的過程 她是在有個整臉的那個 要 先從人 然後慢慢被 可能咬了 或者心屍了 那些年輕 有意思的 不然出場就是喪屍 然後演到最後還是喪屍 一般出場是喪屍的話 可能就是 兩下就沒了 對 除非就是那種 她被心屍 其實是喪屍身份 然後假裝人類在這個 假裝正常人在這個 混在這個 鋁籠混蛋的身份 對 我發現妳是一個 對人物小川 有不及心的美麗 因為 你不然不這樣 她也沒意思 因為有很多 我覺得妳比很多 其他的女演員 哪個 要 對自己有要求的 沒有用 我接觸過很多女演員 她們就是說 導演做什麼 我就是做什麼 就不會有太多的 自己個人的想法 就是乖 這些照著本子來 那我去覺得 不會覺得很無聊 反正說 我覺得妳就是 很有自己 那個人 嗯 其實還好 如果是有 基本上 基本上我覺得 劇本 聽給的很合理 如果已經很足夠 去到今天的話 我還是不太會去想 因為不怕 我自己想出來 那個主演會不會壞掉 整個節奏 或者是劇情的 也會討論 對 會躺著 但我覺得不會想還 好啦 我們期待一下 湯師的湯水 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今天 章魚給大家回答 都能夠讓大家滿意 好 接下來呢 又到了粉絲互動活力時間 哎呀今天來到現場 朋友們 太開心了 一個遊戲接一個遊戲 可以跟你互動 接下來呢 我們就 呃 有請我們 雪瑩來跟我們玩 接下來的一個遊戲 就是 雪瑩來念她 演過的這些 呃 影視作品裡面的台詞 讓大家來猜一下 這些台詞 是出自於哪一個角色 哪一部電視劇 好不好 嗯 那我們 要考考我們現場粉絲的 記憶能力 當然呢 這應該比較簡單 我們 現場工作人員會 呃 走到你們這邊 然後把牌的地面 我來 我來看一下誰 居修覺得最快 我們倆一起看一下 好嗎 看一下誰 居修覺得最快 然後選一下 準備好了嗎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 好 開始啦 第一個 我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力足在這個世界 有足夠的影響力 足夠的錢 欸這邊一定有人舉手了 這邊 工作人員第一下拍 喊 喊 好 好 那你來到前面好不好 直接喊 喔 泡沫之下 對啦 恭喜回答正確 我們工作人員請拿上簽名照 然後 而且要 而且要 而且要吐籤 來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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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來到前面告訴我 他叫什麼 不想说名字 哦,那不好意思,我就把这个鼓励哭给其他人了,谁要付钱 他冲上来 要不要吗? 你怎么那么难相处啊? 一天要给别人了,就自己这样 你叫什么名字? 上的小超 怎么写? 顾小超 哦,小超嘛 感激着人 那个 那个 小超 小 是不小的小,还是大小的小 大小的小 哪个超 超越的超 超越的超 好,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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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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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一个很耿直的girl 好可爱 好,一请交给她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超 谢谢 谢谢 知道这个游戏有多精彩吗? 手要指的快一点知道了吗? 对 好 好,请接着赛 下一个 嗯 这个估计没人快可猜的 连人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而我根本一开始 那边站起来了一个 但是我觉得她要站起来我可能才会看到更清楚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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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你要说戏的名字 还要说戏的名字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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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下一集 最好我们就跳起来我才跳起来 叫什么名字 没有鼓子疼的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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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醋奶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真的很让我鼓子疼轎 你去叫胡 你叫,你姓什么吧? 他就非常坚持在这个 你就是摆住他的腰脚 你就写过了 真的是 那你就继续帮他写吧 你有什么话要跟雪莹讲 我敢动 哎呦男生 如果女生 男生怎么那么腼腆啊 来 我跟你讲 你们先黑一点啊 做什么 感觉这样提起来 哎呦 时间很节奏 好 OK 谢谢 都给我们的小白 好 超难 不知道怎么征服他 正白一圈好像跟他表白 感觉就是很新鸣 哎呦 好啦 还有最后两道题目 我们加油好 女生加油 我希望两个男生那个已经拿到了 我们接下来先问这两个女生 哎 手有没有一直举的 蛮累的 好了 准备了 我本来还没挺简单 那我看到这个字 我不就我了都一下想不想 因为听不信太多台词了 对 因为他们真的很爱你都 深入人心 哎 对 肯定想不起来 真的是秒被秒忘的那种 我的想法是 所有人 就是说一根字就知道了 都记得 嗯 那我开始了啊 好 嗯 上天 上天不会永远眷顾一个人 给他多大的戏女日后 必会给他多大的戏女日后 等一下等一下 这边 其实你要有 你要说新的名字 对不起 新的名字叫什么 嗯不是 哎 新的名字也不是哦 来 前面还有这边有一个人是谁 巨手 哪一位举手 我要继续念 再继续念 再继续念 嗯 再继续念 再继续念 上天不会永远眷顾一个人 给他多大的戏女日 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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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点击嘛 听完嘛 没人能听得到的 日后 逼会给他多大的磨难 他能做到的指示 只能是 把握幸运的时机 凭借他努力 冲上最大可能的顶峰 所以 绝不可以错过任何机会 这个真的有点难 什么 他先回答的 来 恭喜 紧张太太 答对了 是庞文字下 我总不记得就是那个男说的 这个韩星有问题哪个人 这个真的还挺难的 这个鬼 好 好 来女生 终于啊 女生队终于 有什么话要对雪莹说的 快乐 谢谢你帮我姐快乐 没有 身材飞 好 身材飞 好 身材飞 就像你说 你教书名字 我叫姜水云 怎么写啊 姜水云的雪 姜水云的你 身材飞 身材飞飞 身材飞飞 身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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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紧接着我们第四题 第四题 这个很简单 这个 这个我们真的要准备好啊 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 站起来 然后举手 好啊 我知道我要站远一点 可能可以 好啊 准备 你怎么已经举上了呢 手不能举哦 手能够放在腿上 为了这样 这样 不幸好 为了游泳在你的肩膀上 呃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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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思相见 不要 他先跳起来 后面丢个男生呢 他就像 就想到说 小刀 不行啊 不行 来来来来 来到前面 果然女生很给力 诶 等一下 你还没有说 他当时是站起来 对 大胜了 大胜了 来 你们说的是郭香吧 好像 需要你说 瑞智的女明星 让我给大家 第一次 每个天都没有热热 明天的没有吃 好 我在想 欢迎 出了一个本子 当的时候 不会写的自首 应该 不是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今天说 来 因为 我想 开心 哇 应该是特别的 好 我一眼 我心里 如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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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就是 我觉得你会啊 我一定要说这件事情 因为有主持一些艺人的活动的时候 就是在一些很远的地方 然后来的人就是乌痒痒的 然后我就会想说 他来的多人他有很热情啊 他就挖起来的 然后我今天 然后就觉得现场这些真台 你的每一个瞬间每一剧台 你们刚才不会在自己下来偷偷演他的戏吗 什么 他们可能在自己下来偷偷在你的那个角色 所以像我小时候演完整的又是一个意思 你演的谁是一个 对 你要演打官 你知道那个 你知道 雪姨真的很爱演戏 然后你知道那个什么 女无情 女无影 无影群啊 我可不得 除了就是 好 我真的是想说你们真的非常爱他 我跟你讲 我都感动了雪姨 我会非常感动 给自己一个掌声 也给雪姨一个掌声 哇 很有爱 我感动 场面真的是很开心 好啦 那 呃 接下来 这个环节呢 也是这个 演戏的这个环节 然后 因为跟前面有点不一样的呢 就是 呃 前面是你在名画哪个 然后刚刚念台词呢 是你自己在念 所以呢 现在要 让底下的粉丝呢 然后跟你 一起来 演戏 我就把刚刚跟你演戏的这个机会 给你们演戏 出来出来 对 对 立刻往下 立刻往下 而且呢 这些粉丝呢 都是通过爱奇艺线上的摩动 事前征集而来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召集 爱奇艺的这些忠实的粉丝 以及我们招群的这些同事粉丝一起上场 好不好 我跟你讲 这个环节哦 爱奇艺直播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一听爱 想说 哎呦好生气哦 为什么今天又没有来到现场 生气 看吧 没办法 好吧 明年再见 好啦 我们粉丝准备好了吗 请上场好吧 我们选出了两位 刚好是 来这边 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这边 对你没看错是这边 哈哈哈 这边在看我 哎 楼筋呢楼筋呢 哈哈哈 他就在那边去找到我 然后想说 这边这边 这边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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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两位 你好 哎怎么今天男子都那么害羞 你好 你好 好 来 好 好 太羞了 好 来 再来介绍一下 江水平 再来介绍一下 好 谢谢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 黄阿珍 阿伦斯 然后是 有名字 他真的非常爱你 对 他记忆是这样的 好 而且他只有我一个 他第一个回家都觉得 安全 不要把这个梅说 不要把这个梅说 你不要把这个梅说 我不要把这个梅说 那边不是我两个人 就每个人喜欢跟每个人调解 然后就希望你以后的未来的顺利能演出你喜欢的角色 然后让大家一起做的角色 然后祝大家都以为开乐,谢谢 跟领导发言要上草莲大另一个考核是一件话 会有的海红球 不紧张,好,来 大家好,我叫小韩 没了 你也太短了吧 太多了,小韩 被她骂你 很爱挑副李建主持 来来来 有没有什么话要送一个生日祝福 除了生日快乐以外 有没有什么内心的 那边来来来来 好了,我们结束这一段干了 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话 演戏 哦,我们到屏幕去吧 好,那我们这样 谁先来的位 我们先看一下原版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原版视频 爱情放到这下 你来干什么 我想起来了 我们在金鱼园 在海面 在阶梯教室 在好多好多地方 你也把全都想起来了 在好多好多地方 你也把全都想起来了 分什么票 今天我们想爱过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 因为那我们要不告诉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分手 你不是想起来了 还问为什么 毁了我 他怎么还没有什么原因 不喜欢了 只要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分手了 我不相信 就告诉你 你平时我就想 我都是共产 就算三年前 你和他在一起 但是现在和他在一起的人 是我 他是我的 是 好,看完了 对不起,我换一下鞋啊 对不起,我换一下鞋啊 没关系 慢慢换 我正好问一下 有没有台词啊 还是他换一下鞋啊 大家可以看看 没关系 真的 来 没关系 有没有流程上面有 有没有多一份的主持感 一个人看我的 然后一个人 另外一份给取 好 请 请 你准备一份吧 好,没关系 好啦 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现在没有谁 特别想跟谁 你讲话为人 来 说吧 祝福一下 哎,生日快乐就算了 如果只有这四个字的话 就算了 生日快乐加上其他 不然不然不然也可以 现在讲了 不然 所以未来讲 就是 嗨,谁啊 哈喽 就是 我是 从演员诞生 本上你的 啊 演员诞生 对 然后当时又觉得 就是 你特别吸引我 是因为你的笑容 然后特别具有感染力 就是笑战特别美 哈哈 就是要开始我大笑的时候 然后特别的阳光 然后后来就是 你的后来每一部剧 然后我都看过 然后特别是 泡沫之下 特别喜欢夏末 然后 喜欢吗? 喜欢就好 然后就是 希望你能看到我 为你剪的视频 哪个呀 生日的视频 我为你剪的是特色 然后在微博上 然后在微博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微博 我就 看泪爱丽 还把这个都记不住 哈哈 哈哈 我两个 嗯 然后都说两个他跟我讲的故事 对,我会看的 他跟我说从以前啊 那个 演员在诞生啊 然后到后面啊 然后呢 跟我讲的故事 有没有真实的祝福啊 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 好了,碰完了 哦,sorry 来咯 来咯 来,这样 我们演全套 好 你们演过西 一个演欧城吗 那 没有,水瓶这样子 你是欧城 女孩演乐西啊 好 水瓶说 你演乐西吧 然后那个女生说 因为我要跟你在一起啊 哈哈 哈哈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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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社 seventemakerM Turkey 都是欧城 你的 给你们那个 十秒钟的时间看一下י 再一次 谁演欧诚 你演欧诚 加油 我们都集中干这个小说一点 要不要 不要被弹 有些动作之类都可以 来 只要不打 雪阳都可以 来 3 2 1 开始 等一下 哦 不是 我想成配音了 那还是要在这里演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来演 我还以为是看着皮肤一样 要不要给 还有多余的麦 我先给你 没有 你俩都可以 真的 你俩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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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总的音乐 或者是很幸福的自己 配一个小配景片 配一个小配景片 对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还没死 你骗我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想想 我们在鲸鱼湾 在海边 在街铁钥匙 在好多好的地方 我全都想不想 为什么骗我 先让我们相爱过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你有没有必要告诉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不分手 为什么不分手 先让我们相爱过 你不是想起来了吗 还能为什么 回答我 分手 分手还能有什么原因 不喜欢了 不爱了 不喜欢了 不想在一起 所以就 所以就 来我再说一次 分手还能有什么原因 不喜欢了 不想在一起 所以就分手 我不想起 跟我走 你凭什么 对虾猫动手 不想 就算三年前 你跟他在一起 但是现在 跟他在一起 都不是我 谁说 放开着女孩 哈哈 哈哈 他在那个表面上 到我来 那时候 我感觉他俩在谈家了 他俩感觉就像 排他出来给我 对 对 他就有点火花 怎么样 对自己的那个 满意吗 前面演的 我觉得很好 特别好 我觉得结构很多演讲 这样还不错 特别好 而且是临时的 也没有煮黑 我觉得 你这个很好 真的很好 这次你没有 我就说吧 他们私底下 又偷偷带起了 你的桥段 自然偷偷 私底下 练不过 天哪 很厉害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我们工作人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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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猪配器好可爱 是不是 小猪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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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他那个 那个鼻子 对对对 没有鼻子 小猪配器 你刚会加了很多小猪配器的 中边 好像都是粉丝给我的小猪配器 中猪配器 嗯 已经倒放不下了 嗯 有大有小的 有大有小的 哦 所以呢 我们今天特别 为雪莹 准备了一段 小猪配器的配音 她不知道 哈哈 我们 我们那个 就是 现场先看一下 那个影片 好 看一下 其实我没有看到 小猪配器 真的吗 今天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哈哈哈 小猪配器 吹口哨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猪爸爸正在看他的报纸 爸爸 你在干什么呀 我正在看报纸呢 你怎么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啊 我在吹口哨的 哦 吹口哨很好玩的 你也来试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吹 这很简单 把你的嘴唇举起来 然后吹气 试着把嘴唇举成一个小圆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像这一样 之后 你就能吹出个曲调 我想我肯定嘴巴有点问题 你的嘴没有问题 你只需要练习 这个工本就不可能 重要的是,需要花時間才能學會 比如說騎自行車或者是彈鋼琴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學會怎麼動我的耳朵 哦,好可愛啊 很難嗎? 我是要就配...我... 我可以幫你配爸爸 因為我真的不會吹口哨 因為我也不太會 我也不太會吹口哨 而且我只能... 放棄 好啦,請大家忍受一下 看兩不會吹口哨的人來排這一段 我知道為什麼選小豬佩琴 小豬佩琴好可愛,他的聲音好可愛 是不是? 那你要選小豬佩琴啊 好呀 從前面都你自己玩成黑馬 然後後面跟爸爸來對話幫你配琴 包括那個旁白 一樣 OK 加油 OK 試一下 我這個故意的玩是讓我吹主教 我是佩琴 這是我的弟弟敲致 這是我的媽媽 我是我的爸爸 呵呵 小豬佩琴 學吹口笑 今天是個陽光明媚的早晨 朱爸爸就來看他的報紙 爸爸你在幹什麼呀 我正在看報紙呢 你怎麼發出了很奇怪的聲音啊 我正在吹口笑呀 哦 吹口笑啊 很好玩的,你要不要吹一下 我不知道要怎麼吹 你把你的嘴巴吹起來 你把你的嘴巴吹起來 然後吹氣 欸,這樣不對 你要把你的嘴啊 吹成一個小小的魚 呵呵呵 然後呢 你還可以加上一些許票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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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可我想我肯定是嘴巴有點問題 哦,你的嘴沒有問題 只是需要多加練習 呵呵 這個根本就不可能 唉,重要是需要花一些時間 就可以學會了 比方說我學個自行車 學習彈鋼琴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學會 動自己的耳朵 這裡邊他說的我一樣都不會 騎乘車我也不會 動耳朵我也不會 抬動耳朵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 長得美就好了 對 不需要太多的技能 阿塔覺得怎麼樣 好 我覺得 小豬跟妳說這個段 以後應該還有其他的 比較人性化一點的東西 這個青采好難 好難 好難 不過沒關係 我們謝謝學音 跟我們帶來一段 這個 不擔心自己出仇 但是又非常可愛 很可愛的一段小豬沛姊的配音 好不好 好啦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雪瑩要為我們帶來一個非常精彩的節目 雪瑩先稍作休息準備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那我去拍 好 又再見 拜拜 本次生日會呢 是由愛奇娛樂獨家視頻直播 上微博搜索話題 奇蹟的誕生日 參與互動話題討論 精彩的獎品給你們來拿哦 特別是要跟 正在看直播 我們愛奇娛樂直播的朋友們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參與到我們的互動話題的討論當中 當然現場的朋友們也可以參與到我們的互動話題討論當中 很多這邊的禮品等待著大家 讓我們的雪瑩先稍作休息 然後去換裝 接下來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在意的大家 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段精彩的花絮視頻好不好 好 我們起來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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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了 謝謝你 謝謝你 讓我體愛了一把 我之前 完全沒有經歷過自己的人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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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男法 我还是个甜孩子的 杨正 我喜欢的 不是那片海 是你要带我去看海的那颗心 你明白吗 在最爱一颗 我要你走 只顺着我心中的手 我看过我的梦 是你睡的梦 谢谢大家都看过 是不是 有看过两遍以上的吗 我看后面有人举手 大家真的很爱雪姨 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她的演技很肯定 然后每次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我们也一同期待一下 2018年她会带给我们全新的剧集影视作品 好不好 好 当然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 爱奇娱乐对本次生日会的独家视频直播支持 再一次感谢爱奇娱乐 然后也希望爱奇娱乐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也多多上微博跟我们话题互动讨论 好不好 听到了 好的 本次呢 我们的活动也要感谢我们的沃沃特 对本次的活动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希望现场的朋友们 多多关注爱奇娱乐的观光微博 以及官方微信 有机会可以获得张雪莹的亲笔签名照片 前面没有拿到兔签的朋友们 赶快啊 拿起你的手机啊 关注起来 多多互动起来 就有机会被获得 呃 亲笔签名 好不好 好 我看一下她有没有准备好 是 好 过 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就交给我们的雪莹 好 掌声欢迎我们的小松心 曾雪莹 好 漂亮 正面 好 SUSCR 最后一刻 没有把我谁舍得放手 我多么想牵手 却怕被你发现痛的方法 不要等我开口 因为倔强 还要全是约 是约是约 等待好的路程 快看见我 未必突破了 被你远离 我一直在动 我一直在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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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